平安夜 圣善夜 万岸中光华射 这就是平安夜这首著名的圣诞颂歌 他于1818年的平安夜 在奥地利的一个小镇教堂里第一次唱响 平安夜的歌词最初是德文的 英文版名为Selenite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一个平安夜 就战方临时停火 战士们在战壕里同时用德语 英语和法语 彼此对唱平安夜 清代传教士刘亭芳在翻译歌词时 将第一句的Selenite翻译成平安夜 犹太利的一天是从黄昏六点到下一个黄昏六点 因此耶稣出生的夜晚和圣诞节的白天 在犹太利是同一天 带来平安的救主基督在圣诞前夜降生 所以圣诞前夜真的是平安夜 那么何为平安呢 几天前我看到一个说法 即不论境遇如何 我心始终知足喜乐 它有点像安全感 有些人有时候会因为有些原因而没有安全感 而我妻子说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很有安全感 没有危机感 在遇到大事时不焦急或恐惧 新约中使徒们对基督徒祝福时 用了最多的词是恩典怜悯和平安 旧约中以色列人也是用平安彼此问候和祝福 平安在新约中出现了85次 在旧约圣经中出现了208次 平安有时还发现成和平 太平和睦和好 讲和坦然等 耶稣在他上十字架受难之前 劝勉他的门徒提到了真正的平安 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亨特尔的弥赛亚中最著名的曲目是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的意思是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其中的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 弥赛亚中还有一首名曲 叫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那个婴孩就是耶稣基督 先知以赛亚在旧约圣经中 预言了耶稣的降生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正全必担在他的肩上 他名称为奇妙侧士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和平的君及平安的君王 耶稣不仅名为平安 他本身就是我们的那位和睦及平安 他将他自己赐给我们 所以他赐给我们的就是真正的平安 我们因着死主亚当的堕落成为了罪人 所以人人都会犯罪 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 违背律法就是罪 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 这就是他的罪了 巨人因着自己犯罪 在面对圣洁公义的上帝时 得到的就是咒诅 震怒 没有平安 耶稣是天父上帝的独生子 他借着圣灵感应 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成为了完全的人 他没有罪 也没有犯罪 他死在十字架上 替我们赎罪 又得三天后复活 经他一生因为顺服 和遵行天父旨意 而获得的义 归算给我们 我们在被上帝审判时 因着在耶稣基督里 就被上帝宣告无罪 而称义 我们因信称义 得以与神和好 并成为圣洁 上帝作为天父 他收纳我们 成为他的养子和养女 让我们进入上帝的国 神的家 我们可以和耶稣基督一样 喊这位天父上帝为阿爸父 我们世上的父亲 虽然不完全 甚至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儿女 更何况这位至高 完全的天父呢 他天天看过我们 赐给我们的都是好的无比的 包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你愿意得到这位平安的君王 和平的君吗 只要悔改 信福音 相信耶稣 是基督 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上帝 叫他从死里复活 我们就能得到真正的平安 这是上帝 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不仅如此 上帝会带领你 使你成为一个缔造平安 并传递平安的人 愿意和华赐福给你 保护你 愿意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 赐恩给你 愿意和华向你仰脸 赐你平安 奉和平的君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